各位朋友,你們好 上一次的影片在YouTube上了 有一個應該是譚輝志先生的鐵粉 他的代號是GLX888 他留了一個言給我 劉宇賢說可不可以說一說譚輝志最後選擇那首決賽歌 到底是不是真的選錯了 我就特意開麥克風說一說 其實我站在一個聽眾的個人角度 就會覺得他的確是選錯了歌 因為個人表演和歌唱比賽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歌唱比賽是有人為的因素 因為你有評判 如果你是一個演唱會,一個自己獨舞的演唱會 你根本上在台下聽你的全部都是你的粉絲 或者是聽眾之類 他就是專門來聽你的演唱會 但是在歌唱比賽就有評判 尤其是當晚的評判有兩個歌手 還有魏嫻和千華 還有肥媽 還有一些音樂的監製、製作人、諸如此類 其實老實說 他們這麼豐富的經驗 根本上每一個歌手一開聲 他都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當然在鏡頭面前 他就不會說得那麼詳盡 尤其是娛樂圈 他就很少說完全地的真心話 是公開地說的 很少地說的 所以這些人為因素 就會導致到 在譚先生選歌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出錯了的原因所在 當然我的角度 就像剛才說了 他真的選錯歌 因為為什麼呢 在最後一首歌 其實你真的要獨立所有東西出來 那譚先生呢 其實他有一件事 我是值得讚賞他的 因為他那份勇氣 那份 就是因為他之前唱的歌 全部都是老歌 所謂的老歌 我們不要這樣矮化他 一些我年代的歌 大概是十幾二十年前 就是當他是這樣 有些成三十年 那其實那些歌 就是有一個年代的表達 就是好像粵曲到流行曲 其實他是一個 之前的年代的表表者 或者是代表性 那譚輝智就應該他 他很想突破 就是他很想選一首新歌 在決賽那裡 做他的最後的 就是所謂必殺歌 那其實這個理念 真的沒有錯到 因為 哇大哥 你整個歌唱比賽 都要唱舊東西 那這件事是值得讚賞的 不過 在他選這首歌 就有一個錯不出現 一個錯誤 就是因為這首歌 他也是比較新 一兩年的產品 是吧 而這首歌 已經是很深入民心 因為這首歌 其實張天庫 他都唱得很辛苦 如果大家 我們現在去看看 一份譜 大家可以看到 他整首歌 是很複雜 即是在箭仔部分 我這裏有兩份不同的譜 一個是由GK開始 一個是由AK開始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很複雜 因為他整首歌 轉音轉到媽媽都不認得 尤其是在後面那部分 你看看後面那部分 根本上不是每個歌手可以凌駕到的 你想想 由AK開始 那怎麼搞呢 由GK開始 那怎麼搞呢 所以 譚先生 因為很衷心地說 你唱歌不是沒有聽 的確是 如果你唱一些比較跳動 那麼大的歌 例如C3 C4 C5 你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去到C6 C7 那一種 你就未必凌駕到的 因為那些 說真的 在星夢一二的時候 我都留意了幾個 年輕人 年輕女 那其實 他們學這些歌 就學得很快 為什麼呢 他們年輕 然後有老師 在他的後面那裡 教他們 去認清楚 那個Key到底是什麼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他們由這樣的學習 開始 就不同 跟譚先生 你是由唱 可能是自己唱歌 然後唱K.O.K 開始 然後再入這個比賽 可能有些歌唱老師 在你背後再提點一下 你 那學習的情況完全不同 所以 在這首歌上面 他轉音轉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時候 還有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為什麼 張天庫都唱得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他這首歌 他背後最重要的意義就是 有一個背景 那個背景 其實 你看過Official的MV就知道了 其實他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一個浪漫溫馨的場面 就是他攤一張床 就是在一間房裡面 攤一張床 就看著旁邊的枕頭 就開始回憶起 或者思憶起 他很喜歡的人 跟他一起枕誰 諸如此類 由這一種私私入購 就是那個年代 叫私私入購的私水 就是帶出一種內心的世界出來 這件事 張天庫在Official那首曲 的確是唱得出來的 那這首歌為什麼這麼行 就是因為 很多聽眾一聽到的時候 自己都心同感受 這一種就是歌曲的影像 其實是二谷通用的 就是譬如你聽Hi-Fi的時候 你教得漂亮 各種東西 他真的有一個音像出來 就是這件事 那這一首歌 就是很扣人心言 就是別人一聽到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共鳴感 在裡面有很大的觸感 有很大的觸感 所以才會這麼紅 但是譚先生 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的確是把這種觸感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認同了這個觸感 你改變了它 你唱的時候 就唱得比較平板一點 因為轉音那裡 你都是用回 類似以前編排的歌 比較平的康口唱出來 所以就變成沒有了這個感覺 沒有了這個感覺 是純粹為了表演那種感覺 給觀眾 所以那些評判說 你選歌 選得不太合適 不是最後一首 其實我也認同的 還有你去到後面喊的時候 那首歌喊的時候 喊得很大聲 但是那個轉音 就轉得很不順 還有你 嚴格來說 你那種不是叫轉音 你那種叫跳音 你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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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會是這樣 即是你沒有了思錄那一項 即是我現在是用一個簡單的表達方式 即是你就是中間沒有了那些起承轉合位 所以這首歌的表現就變了 人家突然間很惡然 即是你可以說 如果站在這個角度就好像很新穎 但是那種惡然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人家的感覺就是 咦 原本在房間裡很柔情似水 想起一些浪漫的東西 即是比較無奈相感的東西 那是輕輕的 但是突然間你的情緒就很激奮 很激怒 即是等於一個人很瘋 在房間裡好像跳了 喊了膠 即是自己好像很自閉 發了瘋那種 那些觀眾就會很惡然 就會引申成那些觀眾 到底接不接受你這件事 甚至乎有些觀眾就會覺得 咦 你是不是以前有個經歷呢 就是和女友睡了很久在廳 在廳那裡 所以你現在就在廳裡大喊 發瘋 即是有這樣的觀感出現 但是我很公平一點這樣說 就是你選這首歌 其實不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為什麼呢 你在歌唱比賽裡面 其實你說很享受表演 這些是客套說話 這些說了一半左右 我想 但是一個比賽 你怎麼都要和對手去戰鬥 去競爭 那這個也是另一半的現實 那你現實裡面 如果你選擇那首歌 不是你最耳熟能長的歌 這件事的確是會令到觀眾 或者一些評審會反感 的確是會這樣 所以你個人表演和歌唱比賽 是有不同的 歌唱比賽是有策略性的 但是我是欣賞你那種挑戰 當然那個做法可能未必對 那就是有點失落 那在這一首歌這裡 其實我有些事情都想說一說 那大家聽一聽 是 大家可以聽到 他這一首歌就是 開頭唱的時候 他就用了一些夾雜性的康口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 他就是用了 有一點點張學友的康口 即是在我的年代 有一點張學友的康口 還有有一點點 專程壓低一點點的聲音 即是讓他厚一點、甜一點 即是有點像黎明的氫化版 那就是兩者結合 其實不是不好聽的 但是這首歌呢 正如剛才大家看到的那份譜 它是一直在跳動 還有鍵就不是這個鍵 是的 那就是大件事 當然你可以說 用一個新的編曲出現 新的豬子女的東西出現 但是問題 這個是個人意願 但是不是用在比賽上 好 接著來到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好 各位觀眾 即是朋友 即是 關心譚飛志的人 都很擔心這件事 就是 你看到他一直在喊 是瘋狂地喊 你瘋狂地喊 是一個情感的表達 不過在歌唱上面 就很容易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剛才一飄高音那一刻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不是轉上去 而是跳上去 你一跳上去 就很容易引申一個問題 就是走音 剛才你那裡 有兩個字都走音 其中最嚴重的 就是唱字 你直接在音帶 即是聲帶 你拉到 已經盡了 之餘 因為我們隨著人的年齡增長 的確 聲帶的肌肉是越來越硬的 所以 你這樣跳上去的時候 是很危險的 正正就是出現這個問題 即是 你的唱字 你一聽就已經知道 你想一拉拉上去 一拉拉行它的時候 即時走音 很容易會這樣 這件事 即是 如果你改善到 我相信 又是 在歌唱事業 又會有一番 很大很大的作為 正如 又是之前那條片這樣說 即是 那些拉音 你未做到 逐個字去表達 你就用了拉音的方式 即是純粹表演的方式 那就不夠時間 去把那些字 慢慢表達出來 這樣 這樣 這件事的確是 輸在這裏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 其他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在 我要 是 這個位 大約是這個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這幅圖 譚先生 我也希望你 改善一件事 你這個人 因為 經常都 隔低了肩膊 即是A字肩膊 其實表演上 就差一點 因為 你身為一個表演者 就應該穿衣 就要好聽 其實很簡單 你這樣抗一抗空 其實你的肩膊就會橫了 其實那些模特兒 全部都是這樣 那你全部橫了的時候 穿衣好看 表演好看 對了 那 在這方面 如果你改善到的話 再加上 之前那條片所說的 應該你的試圖 就會很好 那 在這裏 我就不斷講解到 差不多了 希望你越來越好 接下來 有位朋友 他都說 會不會經常講 譚輝志 或者講一講 古先生 對了 古先生 對了 那 好 是 應該這條才是 我剛才是 弄了一張照片 好 好 古先生 其實就是不容之意的了 因為他和米高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很熱衷表演的人 即是他一上到台 那個臨場感的壓場感很厲害 還有他唱歌的確是不差的 不差的 他的轉音部分其實是不錯 哦 那 他 在唱歌那裏 當然 他因為懂英文 所以唱英文歌 那個咬字 或者那個表達 就無可置疑 都可以的 中文那裏 的確是要苦練一下 那 他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他的唱功其實也有差不多 唯一要說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位置 我們看看 讓大家看看 就在這些位置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 有一點點 不夠睡 在我從影視頻師這麼多年 拍舞台 我發現了一個很過癮的東西 真的很有趣 有很多藝人 他比較高的那些 他平時也有做健身 相信阿古先生也有做健身 因為他見到那麼大隻 通常那麼大隻又高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重心問題 他在台上 就好像Rambo 真的很硬 阿古先生 你的上身其實的表現 我也覺得OK 下身小腿 大腿至小腿下部份 其實都OK 其實都OK 我拍舞台這麼多年 都留意到 不單止是你的問題 很多高大威猛的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 那 就是腰 剛才各位都看到了 他動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肌肉量太多 那 腰好像硬來扭動 不知道為什麼 那條腰好像不動 好像一個筋肉人 那樣不動 可能這個是慣性 因為你全身都是肌肉 可能是慣性 不過我舉個例 就是Michael Jackson 他就 你看到他好像很瘦 其實他是練到 他全身都是肌肉 他沒有什麼脂肪去做 其實那些 好像李小龍 那樣 其實他已經練到 手腳 已經是去到 剩下一些 一條條的肌肉 一條條的肌肉 沒有什麼脂肪 那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是因為 他們要一個 身體的靈活度 柔軟度 那 那 古先生 如果 我的提議就是 如果你繼續去 Keep it 健身 其實是 我覺得是 沒有問題的事情 那 但是 我也 想 如果你可以有時間 去做一做一些瑜伽 因為瑜伽 就算是滾多一點的球 其實 對你的扭動 就會 舒暢很多 因為 你在片段的後段 即是後後一點 你都在這裡 跟觀眾一起 Fan High 那 譬如這些位 好 很冷靜 整個人 整個人 那 你有一段 就是 搖一些 Band 這裡 搖一些Band 這樣 你會見到 你也是不可以動的 不可以動的 哈哈 那 高雅良 對了 對了 整個人就是這樣 不可以動 這樣 好 我們今天分析到這裡 長話短說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音樂 支持這班 很勇於去追尋自己夢想的人 我自己也是追尋夢想 我跟他們很有同感 希望有中年好聲音3 又或者是其他歌唱比賽 我不會理會它是哪個台 因為我覺得音樂是很純潔的 如果連音樂都有一些政治化 或者有一些批判的東西在這裡 其實不是太適合音樂本身的原意 我聽的音樂是無限的 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無論Hifi界也好 音樂界也好 甚至乎你這樣戴著手機也好 其實音樂本身沒有國家界限的 只有好聽和不好聽 以及你喜不喜歡那件事 好了 至於 在學術性來說 到底它可以做到幾多層次 幾深的層次 其實我覺得音樂就是分這三個層面 至於創新 就是交給世界去評判 好了 我們下一條片見 如果各位朋友喜歡我講音樂 或者講其他東西的 都可以P.A.我 如果我睡不著 做完事就再開咪講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